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哈拉并被他所吸引 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同年他开始研读康德的著作 这又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是很简单 这些资料都是来自百度的 大家都找得到 这个不用再多数 1791年他前往哥里斯堡拜见康德 为了让康德了解他 他基于康德哲学写了一篇 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和神学领域之间 联系的宗教常文 视频一切天起 1793年再去梳理市 被任命为耶劳大学的哲学教授 1807年他回到法军占领的柏林 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 同时昌逸建立柏林大学 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 废希特担任第一任校长 1813年柏林保卫战爆发 城中挤满伤员 瘟疫流行 废希特的妻子参加了照顾病人的工作 不幸感染 搬诊伤寒并传染给废希特 废希特夫妇于1814年1月先后去世 他是一位哲学家 同时也是一名战士 大家有发现这个是问题吗 他发表演讲 相当于是号召大家一起起来 然后抵抗外族的一个侵略 或等样一个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我们而言 我们也应该这样 你不管 不光是应该是个学者 你应该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同时你应该是一个战士 多才多艺是什么意思呢 会打乒乓球不 会打羽毛球不 会打篮球不 会唱歌不 会跳舞不 会画画不 你多少得站脸别人 对不对 你说这样 郭老师 我这个人就比较专一一点 专一一点 我连战哲学 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我搞了很久 然后我觉得搞错了点东西 其实我是这样认为的 有些时候你的这个 你的学术方面的一个成就 和你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关系 深度当然只在一个领域的 专业 你可能一天比如说用十个小时 去专业你这个本专业的东西 那广度呢 广度就取决于你的色列的一些范围了 色列的范围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有些东西是相通的 你说比如说你涉及到 你说你会唱歌 你可能在音律方面 你得到一些体会 反过来又会让你在哲学方面的 一些做出一些成就 你说你会 比如说你会画画 你的思维能力 空间想象能力就比较好一些 那么反过来你可能 在某一个问题上面 或者数学上的一个问题上面 你又会得到一个突破 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那种关系 所以尽量做吧 不是说一定要求每个人都做的 这个确实 如果你要做的话 难度系数比较高一点 但是尽量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奔 另外是说成为一个战士的一个想法 我始终认为一个学者 也应该是一个战士 也应该是一个战士 他应该坚信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当然也离不开和别人的交流 你经常应该和别人的交流 就去想一想 问一下别人在想起什么东西 然后你在真正了解 这个社会上真正需要的是怎样一批人 怎样一批人 当你说我如果看到整个社会 好像很多东西都不是太合理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那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理想吗 尝试一下 费西特的哲学思想 费西特不赞同康德对物质体存在问题的论述 这种将表象和物质体分离开来的体系 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怀疑主义 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应该像迪卡尔那样 从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 不正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 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 以言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 这里简单讲一下 康德的物质体是什么一个概念 物质体就是 比如说一个苹果摆在桌子之上 那个苹果就是一个物质体 然后你感受到的 你从你感性认识到的这个苹果 这是表真物 就是说你这个感性认识是一种 这种感性认识和这个物质体是两个概念 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表象和物质体 它之间有一个鸿沟 有一个鸿沟 这个鸿沟在康德的体系里面不可避免 然后分析他就认为这种不可避免 将导向一种怀疑主义 比如说像休莫 就是一种怀疑主义的一个代表 那么他的维言应该怎么解决了 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应该是像迪卡尔 迪卡尔所说的这个第一原理是什么 我思故我债 我思故我债 我思维我能思考 所以我存在 那你说这个为什么 他就是从这个我思故我债出发 然后这个内在的必然性 严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 就会成一套体系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接着看你就明白了 在飞汽车的著作《自然法学基础》中 他提出自我意识是这种社会现象 任何客体的自我意识 它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其他理性的客体存在 这里我做一个诠释 任何客体的自我意识 它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其他理性的客体存在 是什么意思 你的自我意识存在是为什么 或者是你如何判断你的自我意识是存在的 是因为它有一个对立面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一个对立面 什么对立面呢 就比如说你面前的这一台电脑 它就是一个对立面 你意识到你的面前有一台电脑 所以这台电脑首先是客观存在的 是理性的客体存在 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你的自我意识是存在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逻辑大家觉得 你说好像有道理 你周边的这一切的理性的客体存在 然后间接地证明了你的自我意识是存在的 你说好像对 有道理 费希特与自我意识或精神自我的创造性活动 作为解释经验的唯一源泉 这是它的一个触发点 就是它的哲学的一个基础 或者一个假设是什么 我之前不止一次地提到过 任何人的哲学体系 或者任何人的哲学 从本质上而言 它都是一套假设 都是一种假设 自我意识或精神自我是 自己设定自己的存在 绝对自我 或上帝是精神世界的命令 它是个体自我 有限自我的原因 感觉世界和独立客体 它们也由绝对自我设定 是非我 或者说是在与自我的精神斗争中使 自我获得意义的自我的对立面 就是刚才我说的 自我意识的自我的对立面 就是刚才我所论述的那个 就是你的自我意识存在的 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 是由于外在的这种课题的存在 它间接地证明了 证明了你的自我意识的存在 然后呢 菲希特也像康德一样 他也相信内在精神的价值 人性的合理性 自我责任 以及自由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 这是一种属于全人类的一种 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种精神财富 或者一种认知上的 一种知识上的传承 等等一系列的 读德学你读完以后 最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有点头大 读起来有点头大 然后慢慢地你会感觉到 读学读这些东西 你的精神域会非常的 感觉非常充实 你就好像多了很多东西一样 多了很多东西一样 你的生活里面 很多原来想不明白的事情 很快 到了一个境界以后 你想得非常容易了就 想得非常容易了 然后你会有一种担当 你会形成一种自我的责任 这是一种自发的 到了你的 哲学的理念 或者怎么样的 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会有一种自我责任 一种自我责任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怎样反馈这个社会 或者我应该是如何去热爱这个国家 等等一系列的 那么自由的重要性呢 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自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捍卫它 需要大家一起捍卫它 好 今天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和我探讨学术方面 生活方面 旅游方面 音乐方面的朋友 敬请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